夜幕降临,我独自陪伴着女儿,突然手机响了,一条不请自来的短信映入眼帘,你的妻子有外遇了。 短信下方附带着三张照片,一张是妻子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手牵手走进酒店,一张是妻子和那个男人在餐厅共进晚餐, 一张是她们在车库深情相拥,亲吻。 我盯着手机屏幕,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自收到那条短信已经过去三天。 这三天里,我的妻子林宁一直没有回家。 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以工作繁忙为由,说还要和闺蜜们一起玩耍。 我本能地选择了信任她,把那条短信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我在她的羊毛衫上发现了烟头烫过的痕迹。 我凝视着那被烧焦的纤维,沉默了很长时间。 半个月后,她终于想起了还有一个家。 没想到她一回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她如此明目张胆,难道真的是我对她的爱和信任让她变得如此愚昧吗? 我愣了很久,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开始寻找证据。 她换了新的香水,定制的包包上绣着她的英文名和另一个陌生的名字。 生日那天,我送给她的礼物原封未动,她却拆开了一个陌生的礼物。 那个礼盒的暗格里,竟然还有一盒避孕套。 我真的想不通,到底哪个朋友会在妻子生日时送她这种东西。 我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一渐渐地搜寻着。 老婆已经进入了梦乡,我轻手轻脚地拿起她的手机,小心翼翼地尝试解锁。 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吗?密码显示错误。 她的生日,还是不对? 我的生日,依然错误。 女儿的生日,依旧没有解锁,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既然密码与这个家无关,那一定是她情人的线索。 我想起了她定制包包背后的数字,这串数字或许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密码。 我手抖着输入,甚至不敢直视结果。 别让密码出错,这是我的恳求。 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手机解锁的画面。 我忍不住要笑出声,原来我才是那个可笑的小丑。 我开始翻查她的微信、聊天记录、抖音点赞记录、相册、淘宝、京东的购物记录、支付宝。 我甚至搞不清楚,她是不是太自信了,还是太天真。 她和情人的对话竟然一字未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平时冷漠的她这么放得开。 我原本以为她很害羞,没想到她也可以如此大胆。 我本以为她注重养生,没想到她也能毫无顾忌。 在抖音上,她疯狂地给一个陌生男人点赞。 幸运的是,他们俩都露了脸。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情人的真面目。 看着那张脸,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那个中年发福的男人,真的能胜过我这个有八块腹肌,坚持健身的人吗? 在相册里,她甚至拍了一些大尺度的自拍,地点是在某个酒店。 在淘宝、京东的消费记录中,出现了几何避孕套和情趣用品。 除此之外,还有剃须刀、打火机等男性用品,但我从未收到过这些礼物。 这些礼物似乎是情人亲自挑选的。 他有点小聪明,虽然删除了订单,但没删发票、账单、收获地址、转账记录。 零钱通记录。 在支付宝里,也有老婆给情人的大额转账。 我原以为老婆出轨的对象会是一个比我更帅、更有钱、更年轻的小鲜肉。 没想到却是一个需要老婆花钱的中年发福男人。 我把那些记录逐个截图,然后发送到我的手机里,作为保留的证据。 当我回到卧室,凝视着他那熟悉的睡脸,我却感到越来越疏远。 我一直在宽容,但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幕。 是他和情人在床上翻滚的画面。 我感到一阵反胃,只是肝偶,心中最后的柔情已经消失殆尽。 我们九年的感情,是你先背叛的,所以别怪我变得冷酷。 我和女儿共进晚餐,送他去学校后,妻子才起床。 他头发乱糟糟地吃完早餐,然后躺在沙发上开始刷手机。 我坐在他对面,用眼角余光观察他的表情。 他的脸上泛起了不自然红韵,嘴角挂着一抹甜蜜的笑容。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你的妻子可能要交男朋友了。 我开口说,老婆,我有个朋友遇到了一些麻烦,他想让我们给他提点建议。 那你赶紧说。 他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显得不耐烦。 他结婚已经九年了,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但他却突然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应该怎么做? 我平静地说,妻子似乎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震惊地看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说话了。 你们男人遇到老婆出轨,心里是啥滋味? 肯定火冒三丈,但为了家,忍忍就过去了。 他似乎松了口气,斟酌着问,亲爱的,如果我出轨了,你会和我离婚吗? 哪能啊?我只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没能牢牢抓住你的心。 他笑了,我却感到一阵反胃。 我忍不住问,女人为啥要出轨呢? 我那朋友钱多言高,他为啥还要冒险出轨? 就是想尝尝新鲜嘛,老公再好,也不可能完美,别的男人能给他不一样的感觉。 那种偷情的刺激,确实挺刺激的。 我心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 我辛辛苦苦挣钱养家,你却去追求那种刺激。 咱们结婚九年了,你就这样对待咱们的婚姻。 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了快递小哥的声音,告诉我快递已经到了。 我赶紧下楼去取快递,一边努力抑制住自己快要崩溃的情绪。 当我抱着快递回到家门口,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赶紧检查床头柜,发现里面的避孕套少了几个。 我气得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扔到了地上,发现心中的怒火。 我拆开快递盒,里面竟然是一个微型摄像头,我决定在家里安装好,守株待兔。 昨晚我偷看老婆的聊天记录,发现那个肩夫竟然要求在我价值十万的进口床垫上和他做爱。 我当时差点把手机给砸了。 为了能够抓到他们,我特意表现得工作很忙,还把女儿送到了父母家。 果不其然,不到半个月,老婆就带着那个肩夫回到了家里。 盯着监控屏幕,我的内心先是怒火中烧,随后却变得有些麻木不仁。 我那曾经清纯可人的老婆,如今竟像调狗一样,被那个大富贤贤的中年男人肆意欺凌。 都是因为这个令人作呕的男人,连我的老婆也变得让人恶心。 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已经破碎,散落一地。 我小心保存了这些录像,把昨晚的截图、聊天记录等证据上传到了某讯的一点存,并申请了公正证书。 完成这些操作后,我打算直接去找她,把事情说清楚。 我要让她一无所有,直接滚出我的生活。 突然,女儿给我发来了视频通话。 她告诉我已经很久没有和我吃饭了,让我抱抱她。 看着女儿那张可爱的脸,我的心软了下来。 离婚,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我该如何告诉女儿我和妈妈离婚了呢? 我该如何告诉女儿妈妈其实是个骗子呢? 虽然这个婚非离不可,但怎么离才能让孩子受到的伤害最小? 我还需要好好考虑。 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老婆又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一天,我的好哥们王大明约我吃饭。 自从发现老婆出轨后,我就再也没有心情参加任何聚餐,拒绝了好几个邀请。 但这次王大明的态度异常奇怪。 为了让我答应,他甚至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甚至叫了我一声爸爸。 我当时心软了,儿子都这么开口了,作为父亲的我怎能拒绝。 聚餐地点定在了海底捞。 王大明负责点菜。 他点的菜品有青菜、白菜、菠菜、贡菜,全都是绿色。 我看着这些菜,嘴角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根本下不去筷子。 兄弟,你的暗示我懂了。 我放下筷子,问王大明,你是怎么发现我被戴了绿帽子的? 难道王大明就是那个匿名短信背后的神秘人物? 他带着一丝羞涩,轻声说,哎呀,其实我是在国产偷拍区偶然看到的,真是让人尴尬。 我差点没忍住,一口老血差点喷涌而出。 真是的,现在连偷情都偷到网络上去了。 他播放了一段视频给我看,画面中是一间简陋的终点房, 床上有两具令人作呕的身体纠缠在一起。 这种廉价酒店的安保措施通常很薄弱, 经常有人在这里安装微型摄像头, 偷拍视频后上传到网上赚取黑心钱。 我心里暗自发笑, 林宁,这就是你放弃我而选择的男人吗? 连个像样的酒店都开不起。 你和他躲躲藏藏,结果还是被拍下来, 成了网上的笑柄。 我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昨晚,一个人无聊的时候。 既然他昨晚才看到, 那发短信的人就不可能是他了。 王大明小心翼翼地问, 哥们,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我点了点头,回答道, 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我靠,哥们你真能忍啊? 难道你打算就这么装作没看见? 我轻声一笑, 没门,我可不想沾染他那一身污点。 现在,我正忙着搜集证据, 准备直接和他一刀两断。 王大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牛,你真是个狠角色。 我瞥了他一眼, 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 王大明已经单身三年了, 也是因为妻子的背叛。 经过半年的法律斗争, 才得以解脱。 但他心底深处, 对前妻的爱意依旧未曾消散。 每当提起他们之间的往事, 他总是情绪低落。 他自嘲地笑了笑, 点燃了一支烟。 咱们兄弟俩真是倒霉到家了, 怎么就遇上了这些渣女呢? 我回应道, 倒霉就倒霉吧, 顺其自然。 操, 他偷偷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是不是咱们太无能了? 连个女人都留不住。 我平静地回答, 咱们俩年收入百万, 资产千万, 这叫无能吗? 有的女人能陪你共患难, 有的女人只能和你共享荣华, 这两种女人都无可非议。 但还有一种女人最卑鄙, 那就是背叛的女人, 你对她再好, 她连家都不回。 只能说咱们当初瞎了眼, 自认倒霉吧。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问, 你现在还爱她吗? 曾经爱过, 现在觉得她太脏了。 给她留面子, 全是为了女儿。 王大明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就好, 没感情纠葛就好。 一顿饭吃下来, 让我心里堵得慌。 我并没有选择回到公司, 而是掉头直奔了律师事务所。 面对律师, 我再次将心中的创伤暴露了出来。 然而, 这一次的揭开, 却是为了我的女儿, 而非她。 律师告诉我, 即便有这些证据在手, 也不能确保我能多分得财产, 或者顺利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在宝贝女儿面前, 金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我可以为了她放弃一切, 毫不犹豫地与她断绝关系。 但我唯一放不下的, 是我的宝贝女儿。 多年来, 我一直独自抚养女儿, 她与她母亲并不亲近, 如果她跟随一个自私的巨婴生活, 我不敢想象, 我这个宠爱的小公主 会遭受多大的伤害。 为了女儿, 我必须忍耐, 忍耐更多的证据。 当我走出门外时, 我意外地看到了妻子的情人, 这时我才注意到, 她竟然是个秃顶。 她的妻子紧紧揪着她的衣领, 拖着她向律师事务所走去。 你这个烂人, 你敢背着我找小三, 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今天, 我们就离婚。 我要让你的同事 都看看你的真面目, 你的工作也别想保住了。 我微微挑了挑眉毛, 看来有好戏上演了。 我转身回到大厅, 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 聆听了一场精彩的戏码。 张帅君, 这位拿铁饭碗的公务员, 被妻子捉奸在床, 闹着要分家。 其实, 他真正想要的是财产, 而非离婚。 他威胁张帅君, 若不把房产过户给他, 就将他的辽妹记录公开, 让他饭碗不饱。 张帅君一听到可能失业, 立刻变得畏首畏尾, 不敢吭声, 乖乖签下了财产分割协议。 我在一旁看得乐不可知, 真好奇, 张帅君在林宁面前 是怎样的形象, 竟能让他如此迷恋。 如果林宁亲眼看到他这副模样, 还会对他倾心吗? 笑够了, 我便收起笑容。 肩膚的弱点和信息, 我已了如指掌。 害怕同事知道, 担心失业, 对吧? 你怕什么, 我就来什么? 欣赏完这场好戏, 我心情大好。 从公司搬回家中, 卧室、客厅、床垫、床单, 要么请人清洁, 要么直接换新。 虽然打扫了一遍, 但我仍觉得恶心, 不愿踏入卧室。 站在卧室门前, 看到林宁蒙头哭泣, 估计是因为张帅君要和他分手。 看着妻子失恋的样子, 我又忍不住笑出声, 我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 林宁探出头, 疑惑地看着我, 看着他红肿的眼睛, 我笑得更欢。 我笑得更欢。 你笑什么呢? 想起了一些开心的事, 哈哈哈哈。 我笑着流下了眼泪, 故意问他, 老婆, 你怎么哭了? 他的眼神闪烁不定, 轻声说, 我刚刚和闺蜜闹了点小矛盾。 我应了一声, 心里却不想多说, 转身就打算离开。 他急忙在我背后喊道, 亲爱的, 你难道不打算安慰我一下吗? 安慰你?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安慰你, 可你总是喜欢在别的男人那里寻找慰藉。 我回答说, 公司有急事, 我得去忙了。 他大声质问, 老公, 你这样对我, 是不是想逼我做出不忠的事情? 真是荒唐。 你早就背叛了我, 还想装出一副 是我逼你出轨的样子。 一直以来, 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我们的女儿。 作为一个男人, 我独自承担起了育儿的责任, 而你却在外面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 难道这还是我造成的? 是的, 我承认是我的错, 是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 是我太宠你了。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抛下一句, 公司有急事, 你自己去向他们解释清楚。 一回到公司, 我立刻找到律师, 急切地告诉他, 这桩婚姻已经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 我必须立刻结束这段关系。 律师却告诉我, 他无法保证我能成功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我无奈地回应, 那算了, 打扰了, 忍耐才是长远之计。 又过了一周, 通过家里的监控摄像头, 我发现了林宁和张帅君即将见面的消息, 他们打算重温旧梦。 但你们见面就见面, 为何要选择在酒店? 你们还从我的床头柜里拿走了一盒避孕套, 这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别人用嘴交流, 你们却要用生殖器官吗?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们准备一个惊喜。 林宁和张帅君手牵手, 甜蜜地走进了一个破旧的终点房。 我带着王大明、刘峰和朱正明, 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 准备抓个现行。 他们俩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林宁已经出轨了。 听说我要捉奸, 他们一脸茫然。 我轻轻叹了口气, 心里想, 你们真是不懂啊。 咱们得找几个证人, 有了证人, 将来打官司胜算更大。 我们仨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进酒店, 十分钟后, 我们才行动。 幸好我们知道林宁和张帅君的真名, 前台小姐很快就帮我们查到了房间号。 我们四个站在房间门口, 面面相去。 房间是找到了。 但怎么现场捉奸呢? 最好能直接拍到他俩一丝不挂的照片。 刘峰虽然一开始有点猛, 但很快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微微一笑, 故意吊他胃口。 张哥, 你快说说看啊。 我走到走廊的尽头, 抬起头来, 看, 这不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吗? 走廊的尽头, 三名身穿制服, 正气凛然的警察正朝这边走来。 同志, 你好, 我们接到报警, 说这里有人在卖淫。 对, 我就是报警的人, 就是这个房间。 破门。 随着一声令下, 门被撞开, 警察们率先冲了进去, 我们四个也紧随其后。 床上, 那两个人还在亲热, 看到警察, 他们俩都愣住了。 当警察告诉他们, 他们涉嫌卖淫, 你竟然算计我。 咱们结婚都这么些年了, 难道你心里就一点情意都没有吗? 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 反问他, 你背着我偷情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 我们多年的感情呢? 我厌恶地看着他身上那些令人作呕的痕迹, 不懈地说, 先把衣服穿好, 我看着都觉得脏。 我转向张帅君, 语气坚定, 张帅君, 你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 我都了如指掌, 甚至已经用小号混进了你们的群里。 我继续威胁他,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那些撩骚记录和开房视频被曝光在群里, 那就给林宁十个耳光。 话音刚落, 张帅君立刻冲上前去, 毫不留情地给了林宁几个响亮的巴掌。 林宁的脸颊迅速肿了起来,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我也有些惊讶, 虽然预料到张帅君会打林宁, 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动手了。 我讽刺地对林宁说, 看看你选的这个小三, 真是个什么东西。 张帅君跪在地上, 哀求我放过他。 我冷笑着揭穿他的谎言, 张帅君,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工作单位, 更没有加入你的工作群, 那些都是我为了吓唬你编造的。 我转向林宁, 继续讽刺, 现在你该看清楚了吧, 你找的这个小三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警察和我的兄弟们都看傻了眼, 他们见过抓奸的, 但像这样抓奸的方式,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 初次目睹挑拨夫妻关系的场面。 王大明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向警方表达了歉意, 并详细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警察提醒我们这是对警力资源的浪费, 但鉴于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番警告后便撤离了。 在离开之际, 三位警察用一种男人间特有的默契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撇下林宁和三位兄弟一起戒酒交仇。 我们四人都过得颇为凄惨, 皆因婚姻的失败而单身。 我, 王大明, 朱正明都是在婚姻中遭受背叛, 最终走向了离婚。 这场酒会的主角是我, 我情不自禁地倾诉了自己的苦楚。 结婚九年, 她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回家。 我并非没有担忧, 但在我的印象中, 她一直是个纯洁善良的女子, 虽然偶尔去夜店放松, 但从未做过过分的事。 当初结婚时, 我承诺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因此从未限制过她的自由。 然而, 我似乎给了她过多的自由。 我们的女儿已经八岁了, 但她从未表现出母亲应有的关爱, 从未主动陪伴过女儿。 相反, 我工作结束后, 还要匆忙回家照顾女儿。 作为一名丈夫, 我反而像是在经历丧偶式育儿。 这几年的婚姻生活, 我并非没有感受到痛苦, 但我总在安慰自己, 她只是喜欢玩乐, 在我心中, 她永远是那个爱笑爱玩的女孩。 直到收到那条陌生的短信, 才让我从这九年的自欺欺人中惊醒。 而刘峰则是看到我们的不幸遭遇, 选择了不结婚, 不生子。 王大明受到的伤害最深, 酒后又哭了起来。 他哭泣时, 反复念叨着那几句话, 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出轨, 我真的不明白。 他告诉我, 我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他对我感到厌烦, 他想要追求刺激。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本可以陪伴他度过一生, 他为何偏要追求刺激呢? 如果一个人只追求刺激, 连道德都不顾, 那他和动物有何区别? 他为了那些外面的花花公子, 连家都不要了, 连我也不要了。 王大明哽咽着,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我和刘峰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 朱正明没有安慰他, 反而直截了当地说, 那你就别和他离婚, 继续维持这段婚姻, 让他继续带着小三小四到你的床上去。 王大明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嫌他不干净。 朱正明点燃了一根烟, 这不就对了, 你正好可以远离他, 你还可以寻找自己的第二春。 我也感到有些凶闷, 我其实很理解大明的感受, 我确实还爱着这个女人, 但她已经不干净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在一起。 每当想起他在别人男人身下承欢, 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 朱正明问, 那你现在还是很痛苦, 还是想要坚决离婚? 当然要离婚, 我现在根本不爱他了。 他原来只是一个如此肤浅的女人, 我之前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朱正明点点头, 拿得起放得下,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有些苦恼, 现在唯一的问题 是担心他不同意离婚, 如果他坚决不离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朱正明轻轻点头, 表示认同。 刘峰带着疑惑, 问道, 朱哥, 你媳妇不是也出过轨, 还死活不离婚吗? 你是怎么让他同意离婚的? 朱正明轻描淡写地说, 这事简单。 他出轨的时候,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 后来, 我想通了, 是我的道德底线, 让我痛苦。 如果我像他一样, 没有底线, 就不会痛苦了。 所以, 我也开始往家里带别的女人, 原本以为我们可以各玩各的, 结果他受不了了, 最后离婚了。 刘峰转头对我说, 朱哥, 你也可以试试这招, 逼那个女人跟你离婚。 我苦笑着, 无奈地说, 我做不到。 首先,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会因为对方道德底线, 低就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 其次, 我的情况更复杂, 我还有个女儿, 我不能带坏她的三观。 刘峰点头表示理解, 那张哥你得好好想想怎么办了。 朱正明突然神秘地说, 张广远, 江科回国了, 你知道吗? 我一愣, 记忆瞬间回到了大学时光, 那个在海棠花下等我的女孩的身影, 清晰可见。 哦, 回来就回来吧。 我轻描淡写地回应, 祝原文中张广远和江科是人名, 所以在改写时保留了原名, 没有进行修改, 其他部分均进行了口语化和接地气的改编。 你这态度也太随意了吧, 当年你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全校师生都以为你们俩会忠诚眷属。 说实话, 我真不明白你当初怎么看上林宁的, 他哪一点能比得上江科? 我无奈地笑了笑, 大概是我当时的眼界太狭隘了吧。 对了, 江科现在还单身呢? 难道他一直在等你? 我差点没翻白眼, 行了, 吃个饭, 你话还这么多。 在这股淡淡的忧伤中, 我们默默地吃完了这顿饭。 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江科的身影。 我转动方向盘, 是向了大学的方向。 在黄昏的余晖中, 我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那颗海棠花。 我竟然开始期待树下能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 走近一看, 那个身影真的出现了, 还转过头来向我打招呼。 我吓了一跳, 心想这到底是人是鬼。 好久不见, 张广远。 那声音告诉我, 他不是鬼。 真是巧啊。 我回应道, 心里却莫名涌上一股悲伤。 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我们聊起了彼此的近况。 江科现在成了国外知名的画家, 今年刚回国发展, 已经举办了不少画展, 算是小有名气的新人画家了。 聊着聊着, 江科突然问,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能和我分享分享吗? 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和他一起参加辩论赛的日子, 那时我们无话不谈, 经常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 爱, 家丑不可外扬, 但就算说出来, 也无济于事。 我把这两个月来的烦心事都告诉了他。 他静静地沉思了片刻, 我本以为他会安慰我, 没想到他突然说, 难道你就没想过, 你的女儿可能不是你亲生的吗? 仿佛被雷电击中, 我瞬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 哎, 要是连女儿都不是我的, 那可怎么办? 这位辩论队的佼佼者, 立刻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我像发了风一样冲回汽车, 油门踩到底, 直奔父母家。 女儿已经进入了梦乡, 望着她那安详的睡容, 我的心仿佛被刀割, 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 只需一根头发丝, 我便能揭开这个谜团。 但是, 如果她真的不是我亲生的, 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疼爱她吗? 我可不愿意为别人养孩子, 但, 她毕竟是我的女儿啊。 凝视着女儿那甜美的睡脸, 我的心痛苦万分。 天色渐亮, 我小心翼翼地拿着几根头发, 驾车前往医院, 从医院返回家中, 我感到身心俱疲。 我瘫坐在沙发上, 试图平复心中的痛楚。 咔嚓一声, 门被推开了。 我站了起来, 原来是林宁回来了。 她一见到我, 立刻愣住了。 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早就预料到了。 那天, 张帅君给了她十八掌, 她直接就猛了。 接着, 她疯了一样, 把他们的暧昧聊天记录 发到了张帅君的工作群里。 张帅君因此丢了工作, 房子和车子都被转移到了她老婆名下。 她老婆也和她离婚了, 她现在彻底破产了。 而那些聊天记录正是林宁发的。 所以,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林宁又被打, 然后张帅君彻底离开了她。 她看到我,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直接跪在了我面前。 她哀求道, 老公, 我求求你, 我真的不想和你离婚。 我反问她, 那你为什么不想离婚呢? 她被问得哑口无言, 你心里还有我吗? 她愣住了, 是不是放不下我们的女儿? 她仍旧愣着, 还是说, 你其实看上的是我的钱包? 她猛地抬起头来, 我感到心如寒冰。 林宁, 就算你是为了我的钱, 才和我在一起。 我也愿意继续和你走下去, 但你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就是出轨。 你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 林宁愣住了, 她那迟钝的大脑, 完全理解不了我的原则和底线。 她突然站起身, 像疯了一样冲进屋里, 拿出一把刀。 张广远, 你要是敢和我离婚, 我就死给你看。 我看着她, 第一次觉得她是如此陌生 和无理取闹。 林宁, 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害怕? 要不然, 你怎么会拿出刀 来给自己壮胆呢? 你这么慌张, 这么害怕, 那当初怎么还会做出出轨的事情呢? 你出轨的时候, 难道就没想过 这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吗? 她愣住了, 手中的刀子也掉落在地。 我感到无语, 心中满是失望, 想要离开这个家。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推开了。 我的父母抱着我们的女儿走了进来。 当女人看到疯狂的母亲 和地上的刀子时,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心中一紧, 感觉情况不妙。 父母一看到这紧张的气氛, 就想要带着女儿离开。 但是林宁动作迅速, 抢先一步把女儿抱在怀里。 她对女儿说, 宝贝, 快告诉爸爸, 让爸爸不要和妈妈离婚。 女儿哭得很厉害, 向我伸出了双手, 想要我抱抱。 林宁看到女儿这样, 更加焦急, 她愤怒地打了女儿一巴掌。 她对女儿说, 你怎么就这么笨? 一点忙都帮不上妈妈。 女儿被打得几乎喘不过起来, 哭得更加厉害。 我感到头脑一片混乱, 愤怒至极。 我赶紧从林宁手中抢过女儿, 递给父母, 然后独自面对林宁。 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自制力, 才没有对她动手。 我问她, 女儿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孩子? 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有70%的把握, 认为女儿是我的亲生孩子。 我听了之后, 气得笑了出来。 我直接让她离开这个家。 在我的威胁下, 她终于离开了。 而我则是急忙赶到父母家, 去安慰我的女儿。 孩子不再哭泣, 她自己投进了我的怀抱。 爹地, 不疼。 她轻声安慰我。 然而, 我内心的痛苦却难以平复, 因为我不得不提出一个难题。 亲爱的, 如果将来你只能选择和爸爸或妈妈中的一个生活, 你会选谁? 爸爸。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对我最好, 我最喜爱爸爸。 听到女儿这样的回答, 我的眼泪再次涌出。 我不再关心她是否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的这番话已经让我感到她是我真正的孩子。 电话铃声响起, 是亲子鉴定中心的。 对方告诉我, 鉴定结果支持您和孩子是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 我再次泪流满面。 自从发现妻子的不忠, 这一个月来我从未真正快乐过。 女儿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希望重新燃起, 所有的疲惫和痛苦都随之消散。 我的内心愈发平静, 离婚这件事对我来说已不再可怕。 自从察觉到她不忠的那一刻起, 我便开始悄无声息地转移我们的共同财产。 那个笨女人竟然没有察觉到我如此大的动作。 我提出的离婚条件很简单, 林宁只能带走两百万, 其他财产她休想染指。 而且, 女儿必须归我, 这是我的底线。 时间飞逝,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林宁依然没有答应离婚, 但我已经变得不太在乎了。 我不再给她生活费, 她又没有工作, 迟早会撑不下去。 与此同时,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开始与众多品牌展开合作。 其中, 江科的画展品牌也与我联手。 如今, 文化创意产业如火如荼, 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 江科早已洞察到这一商机, 回国后,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除了绘画, 她还创作了多本儿童绘本。 我的女儿非常喜欢这些绘本, 得知江科是作者后, 每天都缠着她讲故事。 女儿似乎越来越依赖她了。 就在我几乎将林宁从记忆中抹去时, 她突然出现了。 她表示愿意离婚。 她带着我的两百万离开, 还傲慢地告诉我, 她已经找到了更富有的人, 对我这点钱不屑一顾。 我只能祝愿她幸福。 然而, 当我看到那个男人驾驶豪车接她时, 我感到有些熟悉, 但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离婚后, 朱正明每天都来找我, 说要帮我找对象。 我每天忙于各种相亲, 但对任何一位女性都没有感觉。 她开玩笑说, 既然家里有江科这样的美女, 我自然看不上普通女人。 我想反驳, 但突然语色。 的确, 每当我看到对面的女人,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江科。 大学时, 她总是坐在我对面, 有时是在学习, 有时是在用餐。 我意识到, 我的青春岁月里, 她的身影无处不在。 又过了一年, 我的婚姻大事变得越来越紧迫。 许多女性得知我离婚后, 纷纷涌向我, 但我对她们都没有兴趣。 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爱意, 另一方面是害怕再次遭受背叛。 黎明的背叛让我变得疑神疑鬼。 这就像是被蛇咬了一次, 十年都害怕看到绳子。 金钱才是最忠诚的伴侣, 所以我将自己的全部经历 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一谈到工作, 我必须特别感谢江科。 他真是个商业天才。 也许因为他从事艺术, 所以他的思维方式非常开放, 总能在我遇到难题时 提出一些创新的想法。 与他相处得越久, 我对他就越加敬佩。 在迷糊间, 我仿佛穿越回了大学时光。 那会儿, 和他搭档参加比赛, 他在团队陷入困境时, 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那时候的他, 既自信又飒爽。 现在, 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自信和飒爽。 我这个不入而立之年的老男孩, 竟然被他, 竟然被他渐渐吸引了目光。 就是, 这么出色的女性, 怎么还单身呢? 突然, 我脑海中闪过一句话。 那是朱正明说过的, 他不会是为你守身如玉吧? 我被这念头吓了一跳, 但很快又否定了。 后来, 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王大明结婚了。 这个曾经被爱情深深伤害的男人, 又重新相信爱情了。 在婚礼上, 王大明一番感慨, 连朱正明这种情场老手 都被感动得落泪。 我下意识地望向江科, 他并没有哭, 而是正忙着给我女儿包下。 抢手捧花的环节来了。 江科, 他一朱当仙, 抢到了花树,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向我走来, 把那树花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突然间心跳加速了。 天哪, 难道我这是要焕发第二春了吗? 时间飞逝, 半年后, 我和江科自然而然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当天, 我注意到了急匆匆赶来的小舅子, 他看起来 似乎有点面熟。 到了洞房花竹叶, 我突然意识到那种奇怪的感觉是从何而来。 我的小舅子不就是林宁的新欢吗? 那个比我更有钱的富二代。 我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江科。 江科轻轻地笑了, 他说道, 不然你以为呢? 是我让他去吸引林宁的, 要不然你们怎么可能会离婚? 我们又怎么可能结婚呢? 我惊讶地看着他。 别这么惊讶, 让我慢慢给你解释。 一场精心策划了两年的阴谋,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江科回到国内, 竟然意外地撞见了林宁和张帅君的不轨行为。 他暗中调查了两人的关系, 认为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通过匿名短信提醒我林宁的出轨事实。 那三张照片正是他亲手拍摄并发送给我的。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还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朱正明。 所以,朱正明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江科, 为的就是让我时刻记住他的存在。 不久后, 我和林宁离婚了, 虽然过程有些漫长。 林宁一直贪恋我的财产, 所以迟迟不肯离婚。 为了达到目的, 江科甚至找来了他的弟弟去诱惑林宁。 最终, 林宁还是上钩了, 他终于同意和我离婚。 然后, 我和江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江科讲述这一切时, 语气平静, 但我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要知道, 从他发现林宁出轨的那一刻起, 到我们结婚, 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他就这样默默忍受着, 一步步靠近我, 却从未引起过我的怀疑。 我感到震撼, 但震撼过后, 心中却涌起了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瞧, 这位就是江科。 江科, 一个对男性手段生疏的家伙。 江科, 一个有着非凡眼光和宏观思维的人。 我好奇地问他, 你为啥这么做呢? 他回答说, 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我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 接着我问他, 既然咱俩已经结为夫妻, 你对这段婚姻有什么期待吗? 他坚定地说, 就像结婚誓词里说的, 无论顺境逆境, 我们都要相互扶持, 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也知道我之前的不幸经历, 所以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别背叛我。 江科露出了一个无害的微笑, 那当然, 你最好别背叛我, 我对不忠的人深恶痛绝, 如果你敢出轨, 我可不会手软。 我以微笑隐藏内心的不安, 咱们俩的婚姻注定长久,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笑着说, 他微笑着问, 咱们的洞房花竹叶, 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 当然要。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一把将它拥入怀中。 漫长的夜晚, 幸福已经降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